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感知 如何诠释 常常我们视而未见 听而未闻 只选择自己所偏好的内容 去构筑属于自己的世界 因此 每个人眼中的世界 都反映了他的内在自我 使你和我和他之间 看似共享 却各自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创造各自的实相 有时我们只是擦身而过 随后不曾再见 夜幼时 我们教会 共享当下这一刻 当我察觉到你 你便受邀进入了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 专属于我 无论我在何处 视动 视近 视动 视近 我攜带着他 到任何我前往的地方 他随着我的变化而改变 随着我的移动而扩展 他是一面镜子 透过他 我看见自己 就如同透过波浪 我看见了整座海洋